嗨,歡迎進來瑞塔直播間 給大家一點點時間進來我的直播間喔 又到了週末了,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趕快點點關注,點點關注 趕快趕快,趕快把握時間,把握機會,把直播分享出去喔 今天也是跟大家在線上聊聊 好的,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記得點點關注刷起愛心 對,感謝大家趕快進來我的直播間喔 還沒有關注我的直播間的趕快趕快 刷起愛心,刷起愛心 愛心怎麼刷很簡單 這樣子刷 刷起來刷起來 你可以告訴我你刷了幾個愛心好嗎 刷完之後啊,手放開 然後上面有寫就是你刷了幾個愛心 對,我們先做一點手指的這個運動好嗎 禮拜五晚上了,太開心了 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很多人不睡覺 禮拜五晚上就是沒在睡的啊 刷起愛心就對了 趕快點點關注刷起愛心 我都會在直播間聊很多乾貨唷 而且我今天先跟大家預告 就是啊,11點多的時候會有一位 就是心靈療癒的老師要來線上跟我們聊聊 我最喜歡跟心靈療癒的老師聊天了 很好玩,超好玩的 所以趕快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喔 點點關注刷起愛心 有關於就是比如說自媒體啊 短視頻啊,直播,電子名片,插畫設計都可以跟我交流 因為我本身是插畫家啦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對於插畫設計啊等等的 對,你想要了解,想要合作 想要請我幫你設計都OK 對,都是OK的唷 對,進來直播間之後 先點點關注刷起愛心 今天是快樂的Friday night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其實我沒有上下班的那種機制 但是你不覺得就是禮拜五晚上就是沒有在睡嗎 就是會興奮 然後就是覺得說 哇,禮拜五晚上了 我要做好多事情 我要追劇,我要看電影 我要看直播,我要刷一大堆 就是我想看的東西 對啊,禮拜五晚上就是精神會很好 大家也跟我一樣嗎? 大家也跟我一樣禮拜五晚上很興奮嗎? 是的話趕快關注然後刷愛心 對,愛心就是這樣子刷啦 就對著我的臉也可以啦 對著螢幕就給它刷起來了好不好 刷起來 然後啊,因為我現在要先分享出去 所以你也可以先分享出去 如果對於說自媒體、短視頻、直播、電子名片、插畫設計等等的 我知道的我都會跟你聊好不好 因為就是我跟蠻多廠商合作過 其實我知道的也蠻多的 廠商的秘辛 對,我分享一下喔 大家也趕快分享出去 對啊,很多人都會問我手機用什麼手機耶 怎麼那麼有興趣啊 你不覺得很美嗎? 有沒有很美? 有沒有,這一隻很美對不對 不到一萬塊啦 不到一萬塊 這是realme的手機 realme 真我 真我 我都用OPPO系列的 對 對,這一隻手機啊 爆好用的 真的 對啊,realme系列都很棒 很不錯 我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分享出去喔 如果說 對於我的提供的一些 就是短視頻啊 知識干貨 有興趣的 趕快分享 趕快分享 我分享一下喔 也給大家一點分享的時間 我來分享吃氣 我來分享吃氣喔 對啊 大家今天應該很忙碌吧 因為接下來要就是周末 周末放假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今天 趕快把工作做完 我來看看 我這樣分享出去 歡迎進來我的直播間 對,我正在分享 你也可以趁現在分享喔 然後呢 想要免費索取貼圖教學嗎? 想要嗎? 想要嗎? 想要的刷愛心好嗎? 想要的刷愛心 想要索取貼圖教學嗎? 想要索取貼圖教學嗎? 只有我這裡有喔 別的地方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是原創 我是原創啦 沒有人在做這種事情 只有我這個傻子 哇,歡迎我們小薰 SOQI915 是我們省錢保養師小薰喔 趕快關注他 如果說你想要學保養啊 趕快關注我們小薰 關注起來就對了 對,想要嗎? 想要就從我的主頁連結 主頁連結點進去 然後輸入888 主頁連結點進去 然後輸入888 你就可以獲得我設計 獨家設計的貼圖教學好嗎? 對,趕快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 趕快進來看我的直播囉 你看我剛剛就送了這個價值2000 外面沒有耶 外面沒有 點擊主頁連結輸入貼圖888 你就可以把我設計的貼圖教學 我教你 我教你怎麼做貼圖好嗎? 有任何問題你都可以問我 沒有問題 我都經驗很多 對啊 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 先點點關注 然後刷愛惜 想要領貼圖教學的 趕快 趕快好不好 快快快 點擊主頁連結 輸入貼圖888 等一下我會教你 我會教你 我會教你的 莫花莫荒 沒有經驗都沒有問題 我會教你的 嗯 好的 來 欸 等一下 好來 來 怎麼進去我的主頁呢 我的頭像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點 點 因為我反著看 點啊 然後頭像點進去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行網址 就是我的官方帳號 點進去 然後加入我的light at 接著輸入 輸入貼圖888 輸入貼圖888 哈囉 你好 哈囉 這位是凱凱 歡迎凱凱 歡迎凱凱 趕快喔 凱凱 趕快 到我的主頁連結 然後點進去 加入官方帳號 輸入貼圖888 送給你送給你 歡迎凱凱 對 我本身呢 就是我本身是插畫家 然後就是接觸自媒體啊 短視頻啊 直播啊 或者是你想做電子名片啊 等等的 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間一起交流 一起交流 嗯 我都把我知道的告訴你 好嗎 對啊 因為很多人 他都跟我說 他想要做自己的貼圖 可是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個貼圖教學影片 想要這個影片教學 哎呦煩了 記得 點擊我的主頁連結 輸入貼圖888 輸入貼圖888 不是在這邊輸入喔 是到我的主頁連結 然後點進去 接著 輸入貼圖888 就這麼簡單 送給大家 送給大家 免費索取的 免費的 不用錢 不用錢 完全免費啊 歡迎大家進來我的直播間 對 我的直播間就是聊聊干貨 送送一些福利給大家 嗯 對啊 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都很有福氣喔 大家這個禮拜有要去哪裡玩呢 有沒有打算要去哪裡玩耍呀 我明天 我明天要去一個月子中心住店 哈哈 高級的月子中心住店 大家有認識月子中心也可以跟我聯絡 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就是 也有在策略美容保健這一塊 所以我要去就是教大家 就是這些產婦啊 如何就是說 產後要怎麼保養 很特別吧 我也有策略這一塊 厲害吧 對啊 然後我就會帶著一些老師一起過去 對因為我認識很多 也是做美容保健的老師 然後我們就一起過去 然後就告訴大家 啊生產完之後要怎麼保養 趕快恢復身材 對不對 因為很多產婦他生完之後 可能就是 屁股會變得很大啊 然後腰很容易痠啊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去就是註點 教大家 如果說 欸你有認識一些月子中心 你也想要辦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講座啊體驗活動之類的 都可以私訊我 都可以私訊我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有很多經驗啦 就是關於一夜合作 對一夜合作的經驗 太多了太多了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官方帳號 我的官方帳號在主頁連結 主頁連結點進去 主頁連結點進去 就是我的官方帳號 那你可以詢問我各種合作 因為我合作的類型真的很多 多到就是很難說明 所以你到我的主頁連結 進去我的官方帳號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我的電子名片啦 對啊 所以說 你到我的電子名片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資訊 對 因為在這裡講 我真的是可以講三天三夜 所以就是啊 大家記得 點我的主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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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看 我的主頁連結 點進去就是我的官方帳號 還是大家想要學怎麼做官方帳號 好多人看到我的官方帳號都說 哇 你這是怎麼做的啊 想學嗎 大家想要學怎麼做官方帳號嗎 其實不難 其實不難 但是因為 就是很多人可能沒有概念 就是覺得說 好難喔 要怎麼做官方帳號 其實你就把它想成 就是一塊一塊的模組啦 把它拼起來而已 其實不難喔 不難 對 這是我官方帳號 然後這裡有一個就是 Rita簡介 Rita簡介 點進去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簡介喔 我的簡介 我的簡介 我的簡介超多東西的 一直跑 簡介 樂樂等 這樣 就可以看到我的很多簡介 然後我辦過什麼課程 有什麼資歷啊 什麼一大堆的 對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好 所以就是 趕快點我的主頁連結 主頁連結 知道怎麼進去嗎 知道嗎 哈囉 知道嗎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主頁在這裡 主頁就是有放短視頻的 這個叫主頁 這裡有一串網址 就是我的官方帳號 然後加入 對 然後 輸入貼圖888 輸入貼圖888 你就可以得到 價值兩千元 我獨家設計的 原汁原味獨家設計 的貼圖教學 是教學喔 教你怎麼做貼圖喔 對 所以你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裡面問我 在這裡面問我 因為我經驗很豐富 我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可以幫助你好嗎 我可以幫助你做什麼 做個人貼圖啊 寵物貼圖啊 還有閨蜜貼圖啊 然後情侶貼圖啊 或者是你想要送人家生日禮物 你也可以做一組貼圖送他啊 重點是 完全免費 免費耶 免費還不要 免費送給大家啦 教學就是送給大家 交交朋友 如果說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官方帳號裡面 我的Light at裡面 我的Light at裡面 私訊我 私訊我 因為這樣子私訊比較方便 然後因為Tito它的私訊系統 不是很完整啊 也不能傳檔案啊 或者是連結 所以記得到我的官方帳號做詢問 裡面有非常多的資訊 對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裡詢問好嗎 這樣都清楚 都明白 對 好 非常好 對啊 因為禮拜五就是特別的嗨 大家有這樣的感覺嗎 禮拜五都會特別的興奮 對啊 特別的開心 對 如果說有任何問題啊 你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間做詢問 對 這樣都清楚 我的直播啊 裡面就是分享一些知識乾貨 晚一點等一下會有一位很厲害的心靈療癒老師 對 他要上來 然後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 就是心靈 心靈這一塊 然後我就想說 哇 心靈層面耶 好特別喔 就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卡關嗎 就是比如說 有一個心結 卡在那邊 然後就是一直在裡面出不來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 對啊 不管是對於自己啊 家人啊 朋友啊 工作啊 之類的 我們生活上就是有這麼多 愛心刷起來 沒錯 嘿嘿嘿 感謝我們小薰的提醒 對 愛心刷起來 這樣子刷啦 刷刷刷 你可以這樣子刷 然後刷完之後告訴我 你刷了幾個愛心嗎 我們來個互動好不好 對 我們來個互動 就這樣一直刷刷刷刷刷 不停的刷 然後你會看到 左上角 會有那個一條在跑 有沒有 它就是在累積你看你刷了幾個愛心 你刷了幾個愛心 你在留言區跟我講好嗎 你跟我說你刷了幾個愛心 它上面會跑出來就說 你已經刷了幾個愛心了 對 快快快快快快快 對對對 我們來來半個刷愛心比賽 我看誰刷的最多好不好 我看誰刷最多 欸不要騙人喔 我們就是都誠實的禀報喔 我現在也跟大家比賽好不好 這是我另外一支手機啦 對啊 所以你刷完之後啊 等到你手痠的那一刻 你告訴我 你在留言區刷了幾個愛心好嗎 禮拜五晚上就是要很high 就是很開心 好我看一下 哇我刷了340個愛心欸 340個愛心 我好厲害喔 你刷了幾個呢 各位好朋友 你刷了幾個愛心 讓我知道一下好嗎 我先喝個水 我喝個水啊 刷了幾個可以讓我知道嗎 對啊 對對對 感謝大家的關注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 我現在就是挑戰21天 每天10點到12點開直播 然後今天已經第幾天啊 今天好像第8天了 不知不覺已經挑戰第8天了 然後第21天我會送禮物 我會送禮物 我已經把禮物準備好了 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第21天是10月27號 我會送禮物給大家喔 送很多好禮 對啊 所以10月27號 記得鎖定我的直播 鎖定我的直播啊 記得關注刷愛心 10月27號我會送很多 大家很喜歡 男生女生都很喜歡的禮物 送給大家 對 感謝大家這21天的支持 我就是要挑戰21天啊 今天第8天了 記得沒錯的話是第8 不知不覺來到第8天耶 大家有想要跟我一起挑戰嗎 你想要跟我一起挑戰的嗎 想要跟我一起挑戰 可以在直播間跟我互動 對啊我到底今天第幾天了啦 播到真的不知道第幾天耶 蛤今天第9天了喔 今天第9天了耶 我翻了一下我的行事例 我今天竟然挑戰到第9天了 我真的連續直播每天耶 就是不停 就是10點到12點晚上 我今天是第9天 我一直以為第8天 我過的日子也太快了吧 對啊小薰你也來挑戰 對啊為什麼要挑戰 因為我們要不斷突破自己嘛 就是說 像我去年 我去年在我的FB也發起一個挑戰 挑戰什麼 我要挑戰52週 連續52週每週一次直播 我挑戰成功了耶 你能想像52週是什麼概念嗎 52週就是一年 一年耶 我連續一年每個禮拜的其中一天 我會開直播 我挑戰了一年 我挑戰了一年 厲害吧 對啊 自己說自己厲害 沒有 其實就是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們人生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對啊 大家也可以來挑戰 對啊 然後 我在蝦皮直播也播了超過100場 對 我在蝦皮也播了超過100場了 然後也幫很多廠商就是做直播 對啊 所以說 如果你有直播方面的問題你想了解 或者是說 我也想要就是了解蝦皮直播怎麼做 都可以問我 我會告訴你的 對 真的 因為其實就是來我直播間 就是交交朋友 然後我會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 對啊 OK 這樣都清楚 都明白 有任何問題呀 都可以在聊天室做詢問喔 682 什麼是682呀 我姑媽哥吉辟要送給他 這一部 魷魚遊戲呀 我超愛看 我姑媽姑吉比亞スミタ 喔 其實有點恐怖耶 因為他那個123木頭人 如果被淘汰就要被啪啪 對啊 就是很好笑 最近真的很流行 對啊 最近好流行 就是 對啊 喔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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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愛心喔 對啊 我姑媽 我姑媽姑吉比亞スミタ 對 就是123木頭人 對啊 感謝大家 進來的好朋友呢 趕快先點點關注刷刷愛心 主頁連結 點進去是我的官方帳號 那你有關於自媒體 短視頻 直播 電子名片 插畫設計 都可以在這裡交流 然後我要送給你 送給你 點擊主頁連結 輸入貼圖 888 晚安晚安 趕快去睡 今天忙一整天了 對啊 如果說你累了你就去睡吧 對啊 我的直播間是很free的 想看就看 想睡就睡 對啊 然後就是還有好朋友是直接 就是進來之後手機放著 然後他就去睡覺 然後他就放著 然後就一邊聽 也有喔 也有 對啊 所以記得點點關注刷刷愛心 然後今天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點 就是心靈層面的東西 哇 歡迎我們的龜殼大叔 龜殼大叔 已經進來我的直播間了 我們龜殼大叔說 他長得像習大大 老婆長得像小鷹 我把他爆料了 不知不覺爆人家的料 天啊 龜殼大大跟我老公生日只差一天 對啊 他很疼老婆 天平男都很疼老婆 對啊 進來直播間的好朋友們 都可以互相關注 互相交朋友 保持一個良好的交友空間 誰給我訪客邀請 這是誰 CHO是誰 如果要那個就是當訪客 可以先讓我知道你是誰嗎 我都不知道你是誰耶 對啊 大家怎麼這麼熱情要當訪客 不小心按到嗎 對啊 記得 如果你想要當訪 太卡你看不到 你那邊是在山洞嗎 感謝龜殼大叔 今天應該是因為禮拜五晚上的關係 禮拜五晚上大家就是很瘋狂的上網 瘋狂的看直播 對啊 所以趕快進來的好朋友 點點關注刷刷愛心 對 因為今天啊 就是禮拜五晚上就是興奮開心 所以很多人都會上網 對 上網然後網路就會卡住 對啊 記得記得 點點關注刷刷愛心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 對 都可以加入我的官方帳號 不好意思在這邊留言的 你可以加我的官方帳號 就是like at 然後私訊我 然後我就是 今天有跟那一位 就是等一下他 差不多在11點的時候會上來 然後我想要就是 跟他聊聊就是心靈療癒這一塊 然後講到心靈療癒 我就突然想到一本書 就是這一本 這一本大家有看過嗎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他的前身是哪一本 前身是這一本 被討厭的勇氣 對 其實 書很多啦 我知道大家都有知道或聽過 但是就是說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我對這本書這麼有感觸 因為我覺得他就像一本那種 就是很像那種什麼 呃 了解你的潛意識的一本書耶 我特別推薦這一本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它裡面就是一百句 就是 讓你 就是瞬間 啊 想通耶 的一百則小故事 我覺得這本書很推薦 是因為 它不難 它不是密密麻麻的 我隨便翻一頁給大家看 我隨便翻 齁 你看 我隨便翻 他就說 所有煩惱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 有沒有 是不是 是啊 所有煩惱 你不覺得都是從人際關係衍生出來嗎 所以我都覺得說 就是比如說今天啊 我覺得就是 呃 可能 心裡有一點卡關 然後 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啊 你就冥想 你就冥想說 呃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答案 一個方向 然後你就隨便翻 你就隨便翻喔 隨便翻 然後啊 我覺得這一頁很有感覺 然後就打開 哇 它就會告訴你 你看 它就會告訴你 很簡單喔 它就會告訴你 嗯 我來告訴你 它說了什麼 它說 人生有三大課題 第一 工作的任務 第二 交友的任務 第三 愛的任務 而且這些任務 越拖延 越難解決 我的媽呀 這就是我現在心裡的一個感觸 不要拖延 你一拖 就越難解決了 你不覺得這本書很神奇嗎 很神奇 我每次看到這本書都起雞皮疙瘩 所以你可以去翻翻這本書 你不要很有壓力的說 看書一定要從頭看到尾 不用有這種壓力 你就是在覺得說 你很需要這本書的時候 你把它拿起來翻一下 它就會給你答案 就像我剛剛心裡想的 就是我最近可能覺得說 就是有一些卡關 然後它就告訴我 嗯 不要拖延 因為拖延會越難解決 然後你看它就很簡單 你就不會有壓力 看書不要有壓力好嗎 然後它很厲害 它還幫你畫重點 這不是我畫的 這是它畫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真的很推薦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我覺得很棒 好來 我來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會翻到這一頁 哇 它說 生意上的恰商就是工作的任務 比起交友的任務 與愛的任務 可以說是人際關係中最簡單的一項 也就是說 與人閒聊 與異性交往 遠遠比工作困難 它把這一句話 畫成重點 跟人家閒聊 跟異性交往 竟然比工作困難 哇賽 所以你看我現在挑戰直播 是不是很困難 對 我在挑戰 對啊 哇 所以為什麼 你跟客戶還有異性 來往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很緊張啊 對啊 因為難度本來就比工作來的難嘛 有沒有 所以啊 如果你覺得說 跟朋友講話 跟異性來往很困難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 他裡面就寫這很正常啊 因為他比工作困難啊 對啊 對不對 嗯 是不是 這本書啊 特別推薦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對 他前身是這本 前身就是被討厭的勇氣 這個已經被大家講爛了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本啊 我特別推薦 因為他真的是 讓你很沒有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很輕鬆的去看這本書 對啊 特別推薦 有人有看過這本書嗎 我特別推薦欸 真的 我剛剛就心裡在想說 嗯 我想了一下 我最近有點卡關 然後就翻開 他就給我答案了 他就給我答案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 因為他每一則故事 都是一個單元單元 所以 你就會 可以用單元單元的去看 他不會有那種斷層 像比如說 你可能最近假設啦 假設最近就是感情上面 感情上面有一些 就是 嗯 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不知道另外一半怎麼相處啊 或者是說 喔 不知道要怎麼樣找到就是 真正的 Mr.Right啊 對不對 之類的啦 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在哪裡 然後你就可以心裡想一下 喔 我該怎麼樣去面對 就是愛情呢 我的愛情這一關要怎麼走呢 然後你就翻翻翻 喔 翻翻翻翻翻翻 然後就覺得 嗯 好這一頁 這一頁我有感覺 然後就翻開 哇 他就告訴我了耶 性格能在當下的瞬間被改變 哇 好有意境喔 性格能在當下的瞬間被改變 大家可以想像這句話背後是什麼意思嗎 嗯 他說 我跟你講他說什麼 他說 所謂生活型態就是性格 Oh my god 生活型態就是性格 就是你的人生設計圖 也就是人生的腳本 只要改變生活型態 人生就會驟然改變 哇 又是一個意境給你 嗯 代表什麼 你想要改變生活型態 你的人生就改變了 所以 我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要怎麼改變我的生活型態 所謂生活型態就是代表我們這個人的性格 生活型態有哪些 大家覺得生活型態有哪些 也可以跟我互動 在聊天室互動 你覺得生活型態有哪些 我覺得生活型態有 比如說 嗯 家裡的裝潢啊 對啊 大家覺得家裡的擺設啊 然後 你的穿著啊 然後 你的 嗯 要怎麼說 造型嗎 就是說 你呈現出來給人家的一種感覺 嗯 生活型態 比如說 你 你常常講 講什麼話啊 你講話的方式啊 或者是 嗯 就像我剛剛講的造型 然後 你家裡面的擺設 裝潢 然後 喜歡的東西 然後 吃的東西 飲食 什麼的 其實這個都跟生活型態有關 所謂生活型態就是性格 所以啊 很多人啊 就是 嗯 怎麼講 就是可能 可能上了很多改變的課 就是改變自己的課 可是 好像沒有想過要改變自己的形態 形態是什麼 就是說 你的房子亂糟糟 要不要先把房子整理乾淨啊 對不對 然後你的頭髮亂糟糟 你要不要先把頭髮整理一下 對不對 或者是 你皮膚就是 亂糟糟 皮膚講亂糟糟的奇怪 皮膚 保養的不好 是不是也該管理一下 或者是真的是說 你的飲食習慣 你的作型 你的一些 巴巴巴 你是不是要調整一下 你才能夠真正改變啊 改變不是說 我今天 我要改變 然後明天就改變了 不可能 所以他才說 所謂生活型態 就是你的性格 你覺得 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容易改變嗎 你覺得容易嗎 大家覺得性格容易嗎 他說什麼 性格能在當下的瞬間被改變耶 大家認為這句話 怎麼樣呢 其實很多人都說 個性很難改 個性很難改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耶 就像 有些人他可能現在 現在的個性是這樣 以後的個性也許 就不一樣啊 但是我們必須從哪個 從哪些部分去觀察 這個人的個性會不會改 你可以從他的 比如說 生活起居啊 穿著打扮啊 言行舉止啊 等等的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一個人在改變的時候 他這些東西都會改變 對 然後就像我最近 我最近其實實施一個斷捨離的計畫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 我後來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啊 其實我喜歡的東西 不見得要把它堆滿房子 因為我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放在心裡 我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就是收藏在 就是不用去佔空間的地方 但是這一點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很多人有收藏 收藏品的習慣對不對 像我啊 我前陣子其實就是很迷拉拉熊 我很迷拉拉熊 我什麼都要拉拉熊 就是很可愛 我覺得他超可愛 你看我還去訂做拉拉熊的書套 我的書套 我還去訂做 然後水壺帶我也去訂做 我真的很愛拉拉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後來就堆了滿屋子的拉拉熊 然後後來啊 就是有一位就是老師 就是跟我說 其實啊 你不用把那些東西堆滿房子 堆滿客廳堆滿房間 其實不用 你喜歡 你可以收藏在心裡 但是不用把它堆滿房子 對啊 很多人有這個壞習慣 嗯 然後呢 我就做一件事情 毅然決然 所以我相信剛剛那一句話 就是性格可以在當下的瞬間被改變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說 我很喜歡 但是我不見得要把它堆滿房子 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道理 因為啊 真的會有很多灰塵 真的有太多灰塵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實真的就是毅然決然 說不要就不要 然後你可以捐出去 你不要覺得浪費嘛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蛤這東西還好好的 很浪費耶 那不要浪費的一個解決方式 就是捐出去 捐給需要他的人 因為像其實我收藏拉拉熊的東西 都是一些小朋友的 比如說玩偶啊 或者是玩具啊 這種小東西 那其實就是我可以捐給孤兒院 也是很有意義啊 即使他很可愛 我捨不得 可是你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捐出去 然後他可以讓更多人開心 更多小朋友開心 然後我的心也很開心 然後拉拉熊還是在我心裡啊 我還是覺得他很可愛啊 我並不用一定要擁有他 放在滿屋子嘛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把所有我關於拉拉熊的收藏 全部一夜之間喔 我把它全部收進一個大的紙箱裡面 收起來了 我真的把它收起來了 然後所有的布偶玩偶 大大小小 這麼大的跟這麼小的 全部都收起來了 然後我當下覺得好舒服喔 就是當下覺得心情是很好的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啊 你現在覺得你的人生 或者是你的 就是說你遇到的事情啊 不管是 就是你的工作啊 生活啊 感情啊 等等的 你覺得不是很順 你覺得有點卡住 你覺得有點亂 你覺得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請整理你家裡沒有必要的東西 真的 然後我還會做第二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除了整理就是這些收藏品之外 收藏品說真的 你沒有一個地方安置他們的時候 就是積灰塵而已 那你那些東西積灰塵 其實久了也會影響到你的磁場 你的心情 也會影響到運勢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第一整理那些積灰塵的收藏品 那些都送給人家都捐出去 你會很舒服 心裡會很舒服 晚上好啊 晚上好 小雨化中醫 哇 是我們上洗中醫診所院長 北市聯合醫院主治醫師耶 哇 太棒了太棒了 我最喜歡跟中醫師交朋友了 對啊 我認識很多中醫師啊 西醫啊 就是這方面 中西合併 我好喜歡聊這方面 有空也可以來跟我就是在直播間一起聊聊中醫的就是一些很好玩的東西 對啊 其實因為我有在研究 比如說什麼五行養生啊 然後一些就是很東方醫理的東西 你要確定我是中醫師 你是中醫師 沒錯吧 我有關注你 我有關注你 對對對 對啊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中醫這一塊耶 對啊 我從小就很奇怪 我從小啊 我覺得中藥很好問 要確定誰在使用帳號 誰在使用 請問現在是誰在使用這個帳號呢 對啊 可能很多人一起使用對不對 對啊 其實中醫真的還蠻好玩的 有機會我們再來聊聊中醫的知識 對啊 我覺得中醫也是有很多就是 很多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一個空間 一個領域 對對對 然後啊 你要知道你到底吃的是什麼中藥 不是嗎 對啊 然後我剛剛講到就是把你家裡的收藏品 下午幫忙跟靜品姐聊天的 什麼意思 你下午幫忙跟靜品姐聊天 嗯 你跟靜品姐認識喔 你跟靜品姐認識嗎 對啊 我們神燈姐姐就是靜品姐 哇 好特別喔 對啊 下午兩點 幫忙跟她聊天 怎麼這麼特別 對啊 我跟靜品姐也是認識好久 我跟她是在上課的時候認識 就是在外面上課 我很喜歡去外面上很多種課程 然後我就跟靜品姐認識了 然後緣分就到現在 很久了很久了 然後啊 我剛剛講到哪 我剛剛講到把你家裡的沒有必要 然後積很多灰塵的收藏品 全部捐出去 你還把我會議影片放在記事本 嗯 原來就是你 哈哈 我剛剛頓悟 哦 原來就是你 嗯 好啦你不是中醫師 對 你不是中醫師 你是 嗯 就是運營大師 我了解了 我懂了 對 哇 這 經營帳號真的很好玩欸 對啊 我知道你是誰了 I know 嗯 我懂了 我明白了 對 好 保持神秘 保持神秘 我知道就好 我剛剛還在 還很認真的思考 你認識金平潔 我還想說下午到底是誰打給他 好啦好啦 我再聊一下 就是說 就是讓家裡就是 不管是家裡或心裡 更 更就是順遂的一個方法 第一把你家裡所有的 激灰塵的收藏品 通通收起來 不要再放了 即使你很愛他 你很喜歡他 但是你把他收起來捐出去 捐出去 捐給有需要的人 你會發現 你的心情會變得很開闊 因為你那些收藏品 其實你也沒有每天在看他 不是嗎 你真的有每天在 在很專注的看你這些收藏品嗎 我想應該是沒有 因為很多人他就不知不覺 就是把家裡堆一堆收藏品 然後看到就買看到就買 就是比如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喜歡就買 然後出去玩看到喜歡就買 然後就買一整屋子的收藏品 有沒有 有對不對 我知道自己心裡知道 對每次出去玩你都會忍不住 想要買很多收藏品 有這種人啊 有啊 我有朋友去泰國還是去哪裡 就噼里啪買一大堆東西回來 其實那些東西對我們的生活而言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是你就捨不得 你就會一直堆在那裡 請你趁著禮拜五晚上 好好的靜下心來思考 你真正要的是什麼 它是很重要的嗎 它真的會影響到你的人生嗎 其實真的還好 真的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這麼多 就是沒有意義的收藏品 即使你很喜歡 然後你就把這些 哇激了很多灰塵的先擦乾淨 擦乾淨的過程 你就是在整理你的心 整理的你就告訴他說 謝謝你這些日子的陪伴 我打算把你送給更需要 就是更需要你的人 好不好 對你就跟他就是道別好嗎 就是說謝謝你們這段日子 一直在我家裡面激灰塵 不是啊 就是說感謝你的陪伴 然後我要跟你say bye bye了 這個就是一個斷舍離的一個儀式 然後你就把它收進紙箱裡面 通通收進去躺好好的 然後你就準備把它送給有需要的人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接著我覺得第二個方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就是 剛剛是說收藏品的斷舍裡 接下來是洗滴心靈 洗滴心靈是什麼意思 我會去刷馬桶刷浴室 刷琉璃台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些地方都是最髒 平常容易就是 積很多髒東西的地方 然後呢 你就養成習慣 心情不好的時候 脾氣煩躁的時候 阿扎的時候 你就去做這件事情 洗琉璃台 洗 刷馬桶然後 刷浴室 就是把那些髒污 髒污污垢 刷乾淨 我告訴你很神奇 很神奇喔 你刷完同時 你會發現 奇怪 平常沒有在聯絡的好朋友 突然找你 然後他要跟你合作 或者是訂單就來了 訂單 你想要訂單 你想要客戶 平常很難很難約的 或者是很難很難成交的 他就成交了喔 他就說 我跟你說我想要 買你們家的什麼什麼東西 再來貴人都來了 就是一些可以幫助你的 這些貴人都來了 所以 欸不是很棒嗎 這些方法不用花錢耶 這些方法真的不用花錢 哇我們的晚利老師 晚利老師 晚利老師 我們晚利老師到家了 對啊 晚利老師 你準備好了嗎 晚利老師想要跟我們聊聊 心靈層 那個心靈層面這一塊 我本身也很愛聊心靈層面 你準備好了是不是 太好了 晚利老師 我們就來吧 嗯 等一下喔 我接一下耳機 我接一下耳機 你也準備好你的耳麥好嗎 對啊 準備好你的雞絲頭 我也正在準備中 我們來聊聊 太好了 我終於約到我們晚利老師了 你沒有嗎 好 你沒有沒關係 等一下我聽聽看 這樣子 就是收音 我試試看好了 我試試看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應該是沒有問題 嗯 等我一下喔 等等我唷 有嗎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我給你邀請嗎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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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按訪客邀請嗎 請按訪客邀請 有看到嗎 嗯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方客連線中 我來聽聽看收音怎麼樣 有齁 我來聽看看 我來聽看 有 老師你是橫的耶 你有辦法挑直 橫的 現在畫面是橫 對對對這樣子比較好 對對對這樣子 你剛剛是這樣耶 哈哈 我來聽一下收音 OK嗎 我來聽聽看 可以嗎 我來聽聽看 欸其實可以耶 其實可以 其實可以耶 其實可以 老師你再多說幾句話好嗎 婉莉老師 老師你再多說幾句話好嗎 婉莉老師 老師你再多說幾句話好嗎 老師你再多說幾句話 好嗎 婉莉老師 一直聽到我的回應 對啊 老師你 有聽到嗎 哈囉 老師 老師是不是網路卡住啊 是我網路卡住還是老師卡住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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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網路卡住了 老師 你現在畫面是 是定格嗎 你現在畫面是定格 還是你正在動呢 嗯 嗯 欸 有嗎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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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網路卡住了 大家有看到我的畫面對不對 但是我們老師的畫面好像是卡住 老師 老師 你的畫面卡住啊 對呀 是吧 老師被電信送 老師 解除 解除魔咒 我 一下就解除了 老師你怎麼卡住了 怎麼這麼可愛啊 第一次上來就卡住 怎麼這麼可愛啊 好 好我先 好我先 我先中斷 等一下你再起來 對 老師被定心揍了啦 老師 老師 你再再來上來一次啦 怎麼這麼可愛 怎麼這麼可愛 對 剛剛 定住定格 很想跟老師聊聊 老師很可愛 哇 你老師很可愛 我想要多跟他聊一點 對啊 等一下大家都可以 就是想跟老師交流問問題啊 都可以喔 真的老師很熱心 老師很熱心 對啊 我等老師上來啦 那大家 大家可以怎麼樣呢 大家這時候可以先在留言區 就是你想要問有關於就是 心靈層面的問題 你都可以問 老師一看到就可以跟你講 喔 什麼問題該怎麼解決 老師你剛剛網路卡住對不對 對 對啊 再一次再一次 我們再來試一次 對 你移到一個網路 比較順暢的空間 老師 你再移到一個網路 比較順暢的空間好嗎 然後你再發一次邀請 對 OK 對啊 我等你我等你 哈哈 你移到一個網路 比較OK的地方 因為你剛剛應該是那個地方網路卡住 然後就被定住 定格 OK 老師在線上囉 準備3 2 1 你連線 OK 可以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晚立老師 我們晚立老師是心靈療癒專家 超過30年的職能專業治療師的經驗 真的很不容易耶 服務超過3萬個個案 老師你也太厲害了吧 也太多資歷了吧 我的天啊 年紀大了 年紀大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有有聽到 有聽到 對 OK OK 很開心第一次 上次摩擦 對啊 心靈療癒師 對 老師就是有 就是協助過很多個案 因為像平常啊 其實很多人他都會有一些 就是心理的關卡 比如說 陰影啊 過不去啊 之類的 老師你該不會又卡住了吧 老師你又被定心咒了啦 你們家的網路還好嗎 對啊 老師 老師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哈哈 今天老師太可愛了 被定了兩次 被定了兩次定心咒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對 萬利老師一直被定心咒 萬利老師 我本身很厭世 可以可以 可以啊 萬利老師會告訴你 不過萬利老師他剛剛上來兩次 然後就被定了兩次 對 他一直就是網路卡住 我也好想知道 我也好想知道 就是那個厭世的性格 是怎麼樣形成 還有就是 那個 愛喝酒 老師你的網路真的有點鈍喔 剛剛又卡住了喔 對啊 對啊 老師你要再試一次嗎 如果說第三次還是卡住的話 看是鏡頭 因為可能是你視訊會吃比較多網路 所以就是也可以不用開鏡頭啦 但是就是有看到臉當然比較好 有看到臉是比較好的 好啊好啊 萬利老師剛剛我們線上這一位好朋友 他問說厭世可以治療嗎 對啊 老師你再邀請一次 對 老師你再邀請一次喔 對 我相信你的網路可以的 我相信你可以的 換個位置換個位置 換個位置 對 趕快趕快 趕快 趕快進來 要連線了 我們萬利老師 心靈療癒專家 萬利老師要跟我們連線了 快點 快點 看到了嗎 OK 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聲音 有嗎 有有有有 有畫面 有的有的 有的 有的 剛剛那位說厭世的啊 對 可能要多聊一些是 怎麼樣的一個厭世啊 他說工作職場啊 人啊 很多事都會啊 對啊 那個 跟山豬打架的男人 你可以就是 講一個情境嗎 怎樣的厭世 對對對 有一個情境讓我們可以去 去大概 怎麼去 神燈姐姐 你也有厭世的狀況嗎 就是覺得 就是厭世臉這樣 就是 就覺得 那我說我的故事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 厭世跟真正去執行 那是兩回事 那 像我的部分 我自己走上療癒這條路 是真的我厭世 我也去執行 你竟然是因為厭世 然後走上療癒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反差很大對不對 神燈姐姐 你說你曾經看過 九個月心理諮商 天啊神燈姐姐 沒有真的 清理諮商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 喔 每個人都應該是需要的 為了治療自己 學到治療的能力 哇好棒喔 真的是 這也是一種愛自己的表現嗎 是 喔也是 了解自己才能夠去了解別人啊 喔 大家有聽到嗎 有啊 有聽到 有有有 對 我要講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成長故事都很精彩 一定要先從愛自己 了解自己 開始 為什麼自己會厭世 喔 而去接納自己 厭世的原因是什麼 嗯 一定有一個原因嘛 絕對不會說 喔我突然間我就厭世 小孩子好像也沒有厭世這件事啊 嗯 那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說 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定有非常多卡關的地方 沒錯 沒有對 所以沒有一個人 生在這個人世界上 然後就一路順遂 應該很少吧 如果沒有遇到困難的 可不可以在直播打個一 那我看看 真的他都沒有遇過困難 如果有應該打個二 來我讓我看一下 二多還是一多 可以嗎 一多就是很順順的 一就是都沒有遇過任何的風波嘛 或是挫折嘛 沒有挫折沒有大風大浪 沒有挫折是一 對對都沒有 他的生命中都是這樣 一路平順 然後這個 生命都沒有任何的波折 然後他就一路到這邊了 好那個是一 然後你生命中都有一些挫折 或是說你有很多的波瀾 或是起起伏伏的 麻煩打個二 讓我了解 我看一下 一多還是二多 感覺是二嘛對不對 醫的很少吧 醫的人是怎麼樣 醫的幾乎應該是這個事件上 那個應該是不太存在啊 對啊 好那如果說這件事情是事實 所以應該看說是我們經過挫折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從我們潛意識去 我們今天講的可能就是說 你怎麼去轉換自己的心情 你剛剛那個厭世的是男生還女生 我方便問一下 男生 那個男生嘛 對 是男生還女生 男生啊 男生的厭世跟女生的厭世 可能又不太一樣囉 哦 對對 因為壓力不同嘛 對 應該是說我們在我們的成長背景當中啊 男生的教育跟女生的教育它好像不太一樣 那女生為什麼比較長瘦 大家知道原因嗎 女生比較長瘦哦 大家知道 女生比較長瘦啊 嗯 在整個大數據裡面來看女生是比較長瘦 那女生因為有姐妹濤嘛 有沒有 多多少少女生都有姐妹濤啊 閨蜜閨蜜 那姐妹濤有什麼功能 姐妹濤的功能是 聊天啊 情緒不好可以怎樣 抒發 抒發 抒發對 那男生通常在整個教育的系統都說男生有男兒有淚怎麼樣 不清談 不清談 對 這個不清談的過程中很多事情他沒辦法講 哦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常常能夠說出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原來不是 但是說的對象也很重要哦 嗯 說出來的對象 如果你講給一個八卦的聽 他就會去幫你怎麼樣 就完蛋了 好 對不對 對啊 我們通常在選擇跟誰說這件事情 要充滿著智慧 對 要找對人 那如果身邊有一些可以傾聽你心聲的人 又不會幫你去放送 第三個條件他還不會去否認你 否定你或是怎麼樣給你貼標籤 哦 如果生命中有這樣的人 記住 緊緊的要跟他能夠更深入的連結 我們講連結嘛 所以為什麼說 當我們有一些話要說 為什麼要找心理諮商師說 因為心理諮商師絕對不會把你的秘密說出去 然後會用正確的方法引導你 然後讓你去認識你自己 所有的心理諮商 所有的生命歷程 絕對的一條路就是 從各個路徑當中去 回到自己身上認識自己 對 認識自己的什麼 情緒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能夠 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很棒是說 我曾經遇過了自己很黑暗的事 可是我因為在我很年輕的時候不懂 不懂事 也不知道怎麼去幫助自己 所以我做了一個 剛剛有人說了一件事的事 可是我覺得生命最奇妙的部分就是 上帝幫你關了一扇門 卻又幫你開了一扇窗 我也因此而接 應該是說接 接近接受心理治療 那因為心理治療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能夠幫助 人類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走到了心理治療這條路 所以對我來講心理治療反而 就是說我的這個厭世的事情 反而是幫助我找到一個可以幫助自己 跟幫助別人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它反而是危機而成為轉機 所以我的故事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反差很大 那也因此我今天才走上療癒這條路 所以我才會用我個人的生命經驗想要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的過程中讓別人知道說 喔原來我不是一直高高在上 我的療癒不是因為我是有這個志向 而是我生命中經歷的這麼困難的事情 我卻去做逆轉 那這個逆轉的生命故事我很想要分享出來 所以我今天才會在Diktok這個部分 想要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那所以在療癒這一塊 最終我還是要回到自己身上 所有的東西無論是心理治療或是療癒這些 所有在人世間的所有事情 只要做一件事情 認識自己 接納自己 然後讓自己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下就是說 我們人生很多時候都是活在別人的期待中 沒錯 沒錯 媽媽要你當老師 媽媽要你當醫生 或是爸爸要你當 爸爸都會要女生當長 對 當個什麼乖女兒 或是很多的 對 就是要你做他 希望你完成的那件事情 對 那所以我們常常就 割自己嘛 割自己什麼 去配合別人的期待 而活得很不像你想要的樣子 所以現在應該是說這個地球在改變 人類的狀態也在改變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在療癒這塊 這條道路上其實是從大環境當中去認識自己究竟要什麼 就好比我們在自媒體當中的那個人設 設定自己究竟要走到哪一條路去 所以在療癒這一塊 其實所以我最近在談的從 如果大家能夠去追我 關注我的視頻 從那個周哈里窗 以及那個情緒的一個 那個叫勒索 那這個部分如果大家能夠明白什麼叫情緒勒索 所有的情緒其實沒有好跟壞 我們要講 我們來到這個二元這個地球 我們都一直用對跟錯 好跟壞在判斷事情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會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為什麼 你會覺得我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做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做這件事情是好的 我做這件事情是壞的 如果一直站在這個角度去看事情的時候 其實那個都已經不客觀了 那個叫做一直在貼自己標籤 或是在貼別人標籤 我們現在開始要把這個慢慢的拿掉 那好把這個拿掉之後我們該怎麼活 這就是重點了嗎 是吧 大家現在聽到這邊還OK嗎 對 先認識自己 聽聽看 嗯 對 現在目前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 我想 那 有 我看看大家有關 或是說大家可以問問題 那我大概分享一下說 怎麼認識自己 怎麼愛自己 我們先從我們的父母開始 大家都有聽過 八個字 忘子成龍 然後呢 忘女成鳳 對啊 那其實這 對嘛 爸爸媽媽都期待我們 好像他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要我們去完成 那這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去思考過 爸爸媽媽不能完成 可是卻要我們完成 那變成我們在過他的生活 不是在過我們的生活 那當然不是說 孝順父母這一塊是 是一定要的 但是 有沒有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去回推自己 究竟在生命的歷程當中 我們究竟是 活出父母要的樣子 活出這個世界要的樣子 活出老師要我們的樣子 還是活出我自己要的樣子 我今天拋一個議題 讓大家回頭去想想看 你究竟自己要活成什麼樣子 這是第一個 大家今天 現在幾點 11點10分 大家回頭去想想看 這件事情其實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真的 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只是此生來到地球道場 最重要的事 那你想活出什麼樣子 要問的不是別人喔 不是老公你要我活出什麼樣子 或是爸爸你要我活成什麼樣子 那個當我們去問別人要我們活成的樣子 我們一定會活得似不像 你知道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假設你知道自己是蘋果 可是爸爸要你活成葡萄好了 這樣的比例 好有畫面喔 那你會活成怎麼樣 怎麼樣 我會變混種 我會活成很痛苦 很痛苦嘛 我明明是 我剛剛說我是蘋果 可是爸爸要我活成葡萄的樣子 可是老公喜歡我什麼 像木瓜的樣子 然後也許 也許那個Rita想要我活成香蕉的樣子 那我會活成怎麼樣 每天都在幹嘛 每天都在符合 符合Rita 符合Rita要我活成香蕉嘛 然後老公要我活成木瓜嘛 然後剛剛我說什麼 剛剛爸爸要我活成葡萄 可是我是誰 你葡萄還是葡萄 對啊 我是蘋果欸 對啊 那大家用 我就用這個比喻去大家去想想看 我們真的會活成似不像 是吧 好 那如果今天大家 我們這個一直 我們一直去想想看 如果我要 我確定我是葡萄 不不不不 我說我是蘋果好了 那我就要確認蘋果的皮是怎麼樣 蘋果還有很多種品種喔 有紅色的皮 有綠色的皮 那你究竟是紅色的皮 還是綠色的皮 所以 對不對 你要確認自己要活的樣子 你活你自己的內容物 所以要很認清自己的狀態 好當我活成我知道我要活成這樣的狀態 我就會用蘋果的方式去過蘋果的生活 而不是用蘋果的方式去過葡萄的生活 這樣大家有聽的比較明白 有喔老師你這個比喻真的太好了 因為我現在腦子裡面都覺得這個水果長得很畸形 很畸形對不對 蘋果味道的木瓜的香蕉的 剛剛我還說了什麼水果 香蕉的葡萄的木瓜的蘋果 對啊 大家可以想像嗎 沒有這種東西嗎 裡面有葡萄 有木瓜 也有什麼 當然那個綜合果汁是ok 可是問題你要活成你獨特的樣子啊 每一個人來到世間都是獨一無二的樣子 如果今天大家把這句話 聽進去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 那究竟我是誰 對不對 你究竟是誰 回頭去真的好好思考 你的人生究竟要活成什麼樣子 好 前半輩子你已經活得四股下 都沒有關係 從此時此刻聽到這個話開始 開始去問自己 我究竟我的未來要活成什麼樣子 今天你要活的樣子是由你自己去操控 去掌控你才是你生命的主人嘛 好 那還有就是第一點你要很清楚你是誰 你要自己活的樣子 沒錯 這時候你才能夠回頭再去看自己 愛自己 愛你就是一個蘋果 愛你就是有一個紅色的皮 或是你是黃色的蘋果 或是那個青蘋果 你要很認識你自己啊 當你認識你是一個圓圓的蘋果 你就不會去羨慕 我想要葡萄那麼小 一顆一顆紫色的 或是我要像木瓜那樣黃色的 或是剛剛我說的香蕉 他要長長的你就不會去羨慕他們 你就不會去羨慕他們 哦 原來是這樣 嗯 對 你就會活得很有品質的一個蘋果的樣子 我就是我 對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清楚明白這個小小的比喻 有啊有啊很有感覺耶 真的耶 那可是假設有人說 不行 你今天要活的 我要你活的樣子 那你要跟他講 很抱歉 我就是蘋果 如果你喜歡我 你就要接受我 全然的樣子 你要告訴人家 就像老師你講的情緒熱索 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你不變成葡桃 你就是不孝 對 就是這樣 怎麼辦 我要你活成葡桃 你如果沒有活成葡桃 我就不愛你 怎麼辦啊 有沒有 怎麼辦 怎麼辦 你我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有啊有啊 一定有 你沒有活 你沒有 有聽過這樣的話嗎 有有有 被情緒勒索 他就是要你 要你活成 我要你活的樣子 你不可以活成你的樣子 那怎麼辦 你要符合我的期待 嗯 所以他要告訴你 你要我 我要 我要控制你啊 因為你活得 你活 我要你活成葡桃嘛 所以剛剛我說 旺子成龍 旺女成鳳 我期待你成為那個狀態啊 我不要你獨特的活成一個葡桃的樣子 因為他的孩子通通都要是葡桃 因為假設我是醫學院畢業的爸爸媽媽 我也期待我的孩子通通都是醫生 沒錯 所以他不能成為 欸我的園區是種葡桃 我怎麼會生出蘋果的小孩呢 不允許 是嗎 這個不允許之下 所以他把每個蘋果 每個蘋果都把它扭成什麼 葡桃的樣子 那我試問各位 這個蘋果會開心嗎 可是這個蘋果為了符合爸媽的期待 他硬生生的把自己擠成 葡桃的樣子 對啊 大家去想想看那個狀態 對啊 會是什麼狀態 所以這個蘋果每天都在幹嘛 壓抑 割自己 壓抑自己 因為我要符合媽媽的爸爸的期待啊 我要把自己變 活生生從蘋果的樣子變成葡桃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這樣子被 而且你看我們在學校讀書 第一名有 只能有第一名嗎 只有一個嗎 有沒有 所有人都要成為那個葡桃 所有人 就算他是蘋果 他是香蕉 他是聖和水果 都不行 都要通通變葡桃 這個世界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世界就把這個每一個人都變成 同一個框框有沒有 大家看到嗎 所以我們都活在這個框框裡 把自己怎麼樣 一直擠 不論你是任何的品種都 我們都不要 我們要的就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種第一名的狀態 這就是我們人生的 我要講就是如果我們能夠認識 我不要當葡桃了 我就是要當自己 我就是蘋果 我就是蘋果 那我怎麼從葡桃的狀況中 回到蘋果的狀態 你要愛自己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認識自己 愛自己 雖然我今天用水果的這個比喻 我希望可以讓 剛剛那個厭世的 我們常常在成長的背景過程當中 是不是被比較 你怎麼都沒有像隔壁的誰誰誰 你怎麼都沒有像小花那麼厲害 你怎麼都沒有像姐姐那麼乖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常常被樣這樣 可是 有對不對 我們聽起來都很不舒服啊 所以我們不太 我小時候不太願意去見到親戚朋友 為什麼 我被比耶 然後我被好像菜市場的那個 那個菜啊 被論金論兩的秤 沒有人願意被比 這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被這樣比較 沒有人可以比較 因為我們都是獨一 我就算蘋果也有品種不同的 也有大顆的也有小顆的 是吧 像我個子比較小我就是比較小顆啊 我要欣賞我這麼小顆啊 也有大蘋果也有小蘋果 可是我喜歡小蘋果 但是你要 我們自己要很認識我是小的蘋果 我要很愛我這個小的蘋果 是要自己愛自己 這世界上 你不要期待任何人要來都喜歡我們 我們要先自己喜歡自己 我們才有辦法活出我們自己的樣子 如果今天我們都還要再符合誰誰誰的期待 我跟你講那最後自己 不要說別的自己 我覺得那個活生生被這個東西 你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有嗎 所以 嫁了這個老公 或是你做了任何事情 你都會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點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 能夠把這句話真的聽進去 把那個東西慢慢的拿掉 那個沒有那麼快 我們要很多的時間 把我們過去被植入的框架的東西 慢慢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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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拿掉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真正回到自己身上 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可愛 無論我現在是開心的 無論我現在是傷心的 或是我是 嗯 不管啊 不管我如何 我開心我愉快 我不開心我怎麼了 都沒有關係 都去接受我現在這個樣子 全然的接納自己現在這個樣子 重新去認識自己究竟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不要再去批判自己 這個有點難啊 因為我們都習慣 我沒有辦法做到 我就我剛講的嘛 我是蘋果 我沒辦法做到葡萄的樣子的時候 我們會自責 自責沒有完成爸爸的夢 自責沒有完成老公的夢 或是自責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我不是一個好女兒 我不是一個好員工 我不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一直在給自己貼好多的標籤怎麼樣 否定自己 一直貼一直貼 一直貼到你自己怎麼樣 無所適從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的生命一直被瓦解 沒有人這個世界沒有教我們怎麼愛自己 所以我覺得在自媒體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很開心是 我從愛我自己開始 我才有能力去告訴這世界上 可以跟我連結的人 然後告訴他們 愛自己的方式 絕對唯一一個方式是 從認識自己開始 接納自己開始 允許自己犯錯 我們人生一直在這個人這個世界 都一直不允許我們犯錯了 也不能承認錯 其實如果一個可以承認自己犯錯的人 那其實才是真正的開始接納自己 我為什麼不能犯錯 對不對 孩子一個小孩學走路的時候會不會跌倒 會啊 會啊 那跌倒的時候 爸爸媽媽剛開始都會怎麼樣 難道罵他 說他怎麼可以跌倒嗎 應該不是吧 都會說什麼 再試一下啊 再試一次啊 你沒有跌倒你怎麼學走路呢 你看那個時候的爸爸媽媽多可愛 有沒有 可是你看隨著我們的年齡越來越大 犯錯卻居然是沒有被肯定 而是被什麼 指責耶 所以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犯錯其實這個孩子犯錯 當他被肯定被鼓勵 他會再嘗試錯誤喔 然後從錯誤中 再學習一個更適合自己的方法 走在對的位置上來 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這樣 對啊 你看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現在把每一個 我們自己當成那個 看著每一個孩子在學走路的樣子 回到最原始的那個 最單純的那個狀態 其實我們就允許他犯錯 我們也會允許自己怎樣 犯錯 對啊 沒錯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接納自己犯錯 我們也可以接納別人犯錯 還有一點 我今天在講這個東西 也還蠻重要 就是說 犯錯這件事情 也沒有對跟錯 因為那是學習成長必經的歷程 就在我們在做自媒體 可不可能一次到位 不可能啊 應該不可能嘛 不可能你一次就把tiktok做好吧 可不可能 一定是一直失敗啊 對啊 你看 因為一直失敗 所以我們才有修正的機會 不是嗎 所以是不是犯錯是一個 一直往正確的道路走的方向 所以這個世界 一直叫我們不可以犯錯 那不是 這叫本末倒置 真的叫本末倒置 允許人犯錯 而且允許自己犯錯 接納自己犯錯 你才有修正的機會 好 當我們可以接納自己犯錯 我們修正了之後 我們會不會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路喔 適合自己的路 不是適合所有人的路 每一個人的路都不一樣 因為有的人當醫生 有的人當老師 有的人當警察 你不能 我們沒辦法說 當醫生就是最棒的 當警察就是 因為不能說當警察不棒 我要怎麼做 要好好講話喔 反正每一個地方 都要有人去對不對 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行業 叫做最棒跟不棒 因為每個位置都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一個房子就有門 有地板 有螺絲 有沙發 所以你不能說 這個房子的某一個東西 是最棒的 沒有 是所有的這些 零零種種的東西加起來 我們才會成為一個團體 或是一個家嘛 所以沒有一個東西叫最棒 或是不棒 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這些觀念 如果我們開始慢慢的 建構自己的生命系統 還有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生命當中所有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去想 去思考 無論是好的或壞的 我們去讓它成為我們生命的養分 養分喔 所以錯誤是不是養分 是 是啊 是 所以我們就不會一直譴責 事情我怎麼犯錯了 我怎麼又犯錯了 又犯錯了 可能就好啦 如果你因為犯錯了 然後開始自責 嗯 日台老師你在說話嗎 對啊 我說 你的音量可能要 就是聽筒的音量可能要調大一點 不然你聽不到 調大一點 對 聽不到 對對對 所以我才說你下次可以準備耳麥 這樣嗎 對 耳麥 那我要趕快去買 因為你沒有 這樣OK嗎 對 你沒有接耳麥 所以你會不知道那個聲音出來 你聽不到 喔 那是拿那個 拿那個耳機嗎 對啊 就是耳機麥克風就可以了 嗯 喔那我去買 對 你的是安佐還是蘋果的 蘋果的 蘋果的 那你有那個藍牙 藍牙耳機麥克風那種嗎 沒有 明天趕快去買 對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還可以收到你的聲音 不過你現在的聲音很清楚 對啊 我把音量打開了之後 喔那你有聽到就OK 因為我怕你沒聽到 有聽到 有聽到 很清楚 剛剛因為我音量開太小了 目前聽到這裡 大家還OK 我們說的太深 大家聽得不太明白了 有嗎 如果可以 可以留言給我 對 對啊 因為線上的好朋友 可能都會比較害羞 沒關係 老師你就繼續講 我就直接講我自己的 那我講 應該是說 如果大家能夠明白就是說 因為我這些其實都是靠 因為經由我自己的生命故事 而去一直把它 我都不是聽來的 我的這些都不是去聽來的 或是去看 然後就是經過我自己返除我遇到的事情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也離過婚啊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離婚 所以我很不想離婚 可是因為 我覺得生命故事喔 常常在爸爸媽媽身上 大家會去想想看有沒有 爸爸媽媽的生命故事 其實你重複在複製貼上他們的生命故事 好像會這樣喔 你越是 所以這個就是 欸 日大老師你在說話嗎 對啊 我一直都有在說話 你看我的嘴巴有在動 就是在說話 好 我有聽到 那就是說 因為我複製了我爸爸媽媽的生命故事 我說我複製了 所以我一直想要想 我不想要這樣 可是我又 跟他們一樣的故事 可是我希望的是我去 看看怎麼去改變我自己 改變我自己 所以我走上了療癒這條路 那這條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這個經驗 然後我開始去找我生命的答案 那這個答案其實 我覺得在這邊要介紹一個 那個叫 我說我們說的那個生命零數 真的是蠻好用的 我覺得很多的工具都是在幫助我們 找到 更快的找到一個方向 可以讓我們走出那個陰暗面 我剛剛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在地球 24小時有太陽也有月亮 那有南極也有北極 那我在這邊要分享給各位就是說 我們接受我們有太陽的一面 12個小時有太陽 可以說12個小時有月亮 這樣好像很奇怪 意思就是說我們接受我們有太陽的那一面 但是我們也要接受我們有月亮的那一面 所以其實在接受自己的生命過程中 也要接受我自己有不足的那一面 有不快樂的那一面 有陰暗的那一面 有自己覺得不能說出口的那一面 你不用跟別人說 你跟誰說 跟自己說 傷口自己淺 然後悲傷自己去處理 而不是去到處找人 那我剛剛說的你要找人說 一定要找一個不會貼你標籤的 能夠理解你的 但是這世界上說良心話不多啦 但是最最終目的還是要自己能夠 去跟自己對話好 那這是第二個 就是你要去接納自己有太陽的一面 也有陰暗的一面 真正的勇者是面對自己陰暗的那一面 太陽的那一面大家很陽光大家都知道 可是那個陰暗面 你當你接納自己的陰暗面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陰暗面 其實不是陰暗面 那是一個很正常的24小時 有太陽必然有月亮 太陽光有多強 陰暗的那個陰影啊 我們的陰影就有多長 這是自然現象 原來是這樣喔 聽懂了嗎 太陽光有多強 那個太陽多高嗎 它的陰暗的 太陽越高 它的陰暗的那個長度越長啊 可是我們都只准自己有太陽 不准有陰影啊 那不是很奇怪嗎 這是一件不對不正常的事嗎 大家聽明白了嗎 我懂了我懂了 懂了嗎 對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嘛 可是我們卻不准啊 這世界不准我們有陰暗面耶 嗯 那不是我打個比方說 一個孩子 一個男孩子 在小時候不是摔倒嗎 那他不是很痛嗎 可是媽媽說什麼 男孩子不可以哭 欸 我們從小被教育那個痛 那個情緒不能說出來耶 不能表達出來 那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硬生生把這些感覺給怎麼樣 對呀 阻斷耶 不准耶 嗯 我們從來不接受我們哭 從來不接受我們有陰暗的那一面 其實這個叫做不接受的之外 其實是我們回過頭再來 退一萬步去看 我們的父母也沒有被教育說要接納情緒 欸 我們痛哭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對可是你都不能哭 欸那不很 欸我痛到眼淚都自己跑出來了說我不能哭 那那個 因為因為爸媽 老師因為爸媽都說 哭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哭也沒用 這句話他一半對一半錯 好 如果現在我們 現在開始我們教會我們自己 他我們意思說當這個孩子摔倒了 他不是哭了嗎 對不對 我們在一個方向再去引導這個孩子說 很痛齁 當我們說出很痛齁 孩子有沒有被同理到 你同理什麼摔倒摔傷 我的皮肉會受傷會痛啊 我們先接納他這個情緒 那不一樣嘛 跟哭 哭不能解決問題是 這是兩件事 兩件事 我們能夠學會的是先接納這個孩子真實的情緒 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社會沒有教會我們去接納自己真實的情緒 跟接納自己真實的那一面 覺得哭就是軟弱嘛 對啊 就跟我講的太陽有多長 什麼陰影就會有多大嘛 我們要知道這是一體兩面的事啊 那我們有情緒 我們有情緒的時候 是我們去教會我們自己去接納我現在的情緒 我痛我接納我現在我痛 我傷心我接納我現在傷心 我難過我接納我現在難過 而不是剛剛那個Lita老師你說什麼 剛剛說什麼 哭不能解決問題 我知道哭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在討論哭 而是討論哭背後的情緒嘛 情緒啊 對 但是通常 比如說通常就是爸媽 他們都覺得說 我不想要理解你為什麼哭 反正你哭也沒用 因為你哭不能解決 所以根本還沒接納 就已經阻斷了啊 就是阻斷 所以我才說 我們的父母因為沒有學習嘛 對啊 但是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都覺得這些東西都 他們就直接 他們就是從1到10 沒有2 3 4 5 6 7 8 9 他們直接從1跳到10 大家這樣明白嗎 那就是我們的時代背景 可是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吧 我們要學習愛自己 是要接納自己 從1 2 3 4 5 6 7 8 9 10的自己啊 對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是個學習的人嘛 學習接納自己有1到10的 這個1到10的 這個1 2 3 4 5 6 7 8 9 10的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會明白自己 現在是處於5 好那我就接納 接納我現在還在5 我不可能像 Rita老師已經到了 Rita老師已經到了 應該是說 Rita老師在自媒體已經那麼多年了 所以我不可能一下就到Rita老師那麼厲害啊 所以我現在2分或是3分或4分 OK的 OK的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叫自我接納 嗯 欸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們可以接納自己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往更好的地方走 如果剛剛我們所說的 你不能哭 哭不能解決問題 那是不是在教我們 那好 那我想反問的是 父母又教了我們什麼去解決問題 其實是生活教會我們嘛 那我們沒有去 我們現在沒有要責怪父母 是因為 父母也沒有人教會他們愛自己 所以我今天的 我的文章有講 我們在找愛的過程中 都要別人愛我們嘛 可是問題是那些人也沒有愛啊 所以他給不起愛啊 所以他們用這種 我講個例子好了 大家一定會很有感 我罵你是因為我愛你啊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啊 我都哭為了你好啊 我都為了你好啊 你不可以哭你 我罵你是因為我愛你 有沒有 我罵你是因為我愛你 欸 這句話的真實背後其實不是 那 欸那也很奇怪啊 愛一個人怎麼會用罵的呢 難道愛跟罵就 有一個等號嗎 好像 你不覺得這句話很吊詭嗎 很奇怪嗎 應該是說 其實我們要回頭去看看 我們的父母因為沒有人教會他們 去接納自己 所以他們以為這個叫愛啊 其實他們也不懂愛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是 我們的父母 其實我們後來要學習的是 我們要原諒我們的父母 原諒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人教會他們 所以我們當我們可以原諒他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他們身上沒有愛 不是說他們身上沒有愛 是他們不知道怎麼用一個包容接納的愛 來愛他們自己來愛我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在療癒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去原諒我的父母 去包容我的父母 因為沒有人教會他們 怎麼當一個父母 這個世界上很好玩 我們學習的東西 沒有人教我們怎麼交朋友 沒有人教我們怎麼當父母 也沒有人在教育我們怎麼教育孩子 你不覺得很奇怪 在教我們什麼 數學英文 ABC 有沒有 對啊 可是最重要的沒有教 人際關心 愛情課題 是不是才是最重要 還有教育孩子 這一塊 對啊 那就變成 是不是 那就變成我們在 大家都用著那種 似似而非的狀態 誤以為的愛在過生活 那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還是說 也不能說對跟錯 只是說究竟是適不適合 我們的生活 我們自己都不清楚 對不對 不要說對不對 就是是不是 如果說我們在檢視 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可以 不斷的去探究自己 這個歷程當中 究竟什麼事情 是真正的愛自己 所以在這個愛自己的過程中 不是去看別人 是看自己 發現自己要什麼生活 怎麼過日子 然後父母給我們的東西 我在這邊講一個例子 我都講我的例子好了 會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能夠引起大家的共鳴 我小時候是個被霸凌的小孩 被學校霸凌 反正我活著的整個12歲之前 我都被霸凌 然後我要講被霸凌這件事情 對我的啟發 啟發 我們講啟發齁 就是說 沒有人教會我怎麼對待任何人 是這些欺負我的人 讓我知道 喔原來 你這樣對我 我很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所以 我不能再把這個感覺給出去 所以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去想 喔 不是任何人教我怎麼對人 而是 這些人欺負我的人的過程當中 我去看到 我無法決定你怎麼對我 我無法決定任何人怎麼對我 可是我可以決定我怎麼對人 因為我有收集到這麼多人欺負我的過程的那個不舒服 我有資料嘛 我有被欺負的資料 所以我資料庫有 知道這一條不能用 所以我反而在生命歷程中 回過頭我去感謝這些欺負我的人 讓我變得知道說這一條不能給出去 反而是這些人教會我 教會我 因為我小時候變成我無法抵抗 因為我一個人 我沒辦法去面對這麼多人欺負我 但是我變成我 而且我小時候因為這麼多人欺負我的過程中 我去做一件事情 我真的還蠻感謝小時候的我 我去 我躲在 我那時候小學讀書的時候呢 因為同學都會打我 會欺負我 所以我在下課的時間 我都躲在 那個叫什麼 圖書館 看偉人傳記 我要看偉人是怎麼活下來的 所以反而欺負我的這些人 反而讓我走出另外一條 我剛說的嘛 上天幫你關了一扇門 會幫你開一扇窗啊 反而是這些欺負我的人 讓我去找到一個 讓我可以活下來的一個 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我是靠著偉人傳記活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 應該是說我第一次面對 面對一件事情 我用了一個 應該一個比較對我自己舒服的方法 所以我說我的生命是 經歷了很多的困境 但是我覺得我用了一個 良好適合我自己的方法 這是我第一次的 應該是說我12歲前的生命經驗 是這樣子 然後我的父母他們 因為長期吵架 然後讓我覺得 欸到底生命是怎麼回事 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這是 當我在面對愛情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困惑 因為沒有人教會我 什麼叫愛啊 因為我的父母沒有告訴我 有沒有一個範本 讓我知道什麼是愛 所以我 應該是說我生命歷程 一直在找愛這個課題 所以我也一直很深入的想要去探究 愛是一件什麼事情 那我在這邊分享第二個故事就是 我在我好像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呢 有一天 啊我去鄉下 然後呢 我突然聽到一個很淒厲的叫聲 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趕快跑出去看 結果你知道我看到一個景象 我真的 我覺得那個景象很特別是 有一個婆婆 大概我看起來是七八十歲 有老婆婆 然後很生氣喔 然後她的腳踩在她媳婦的臉上 她媳婦的頭是在地上 然後她的手是抓著她的頭髮 你可以想像就是以前的那個婆婆都是很權威的嘛 我們那個年代 也太恐怖了吧 太恐怖了 然後嘴巴罵三字經喔 你知道嗎 我小學三年級看到這個景象 你知道 映入我的眼簾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你知道 我覺得因為我剛說我看偉人傳記嘛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被嚇到 我反而看到了這個景象 我跟自己說 哇 這個婆婆好可憐喔 為什麼活到八十幾歲還活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看偉人傳記 所以我會去思考啊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有一天的朱婉莉啊 活到八十幾歲 我不要活成這個樣子 我啊 不要活成這個樣子 好了 第二個問題來了 那朱婉莉不要活成像婆婆那個樣子 那我會問我自己 那我要活成什麼樣子 我要活成什麼樣子 我要活成什麼樣子 好我要再講第二個故事 是我 結果後來我先生外遇 那所以我剛說了 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自殺嘛 結果那個繩子斷了 你知道嗎 沒有死成功 結果呢 我後來因為這樣 而去接受心理治療 後來我就開始問 我又問自己喔 欸 那個婆婆的圖片又跑出來了 我就問自己說 那個婆婆的樣子又跑出來了 那個猙獰的臉孔 我就開始問自己說 唉唷 那個婆婆又跑來了 跑來我的臉 我的臉 我的臉 我的面前 告訴我說 欸 你當時說 你不要活成我的樣子 那你要活成什麼樣子 我就問自己說 我要不要活到80歲 還在怨我老公說 我就是嫁給我這樣的老公啦 我的命運開始變得很慘 欸 我自己說我不要 那好啦 那我不要 那我要怎麼活 我要怎麼活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婆婆一直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幫助我去反觀我自己 反思自己 反思自己 我覺得生命歷程中我們不斷要去檢視自己 告訴自己 我如果要活得很好 那我要怎麼讓自己離開這個痛苦的情境 欸那個是要方法的 所以我說 我很感謝我自己在那麼小的時候去看偉人專訊 然後去看到這個婆婆一直在提醒我 提醒我 所以我的生命歷程當中反而在我後 我後來自殺 我沒有死成功 後來我又進入了職能治療 心理治療的時候 嗯 有兩句話一直支持著我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兩句話 第一句話就是 危機就是轉機 嗯 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就是 我要找到生命終極的快樂 快樂就快樂還有終極 我那時候其實應該是說 老天有給我這兩句話 我覺得我比較特別是 就會有突然有聲音進來 然後就告訴我說 我要找到生命終極的快樂 可是我那一年才25歲 25歲我連快樂都快樂不起來了 怎麼還有什麼終極的快樂 可是我就花了我生命所有的時間 我就不斷的學習 我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進步 不斷的往自己的內在 一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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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才知道什麼 叫生命終極的快樂 大家想聽答案嗎 我知道大家很想聽 就是生命終極的快樂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什麼是終極的快樂 生命終極的快樂 其實就是把自己活成快樂的樣子 還能夠分享出去 哦 快樂不就越來越多了嗎 你給出什麼什麼東西回來啊 原來這個世界就是 今天學到生活很多 這個學起來 這一定要學起來 真的 因為 當我們的生命遇到不好的東西 你就是堅持你要快樂 那個叫信念 這個信念一定 而且我剛剛說的嘛 危機就是轉機 不管是任何危機 我都有能力把它創造成轉機 沒錯 真的 要有這個決心跟信念 信念 這個叫信念 而且 最終我是要找到終極的快樂 這兩樣好像那個 那個 船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毛啊 你要把它定住 你要抓住 緊緊的抓住這兩個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成功的人 他的思維是 是跟 怎麼講 我當然不是說我自己是成功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個快樂的人 因為當我去把這件事情做好了 我就是去分享這個了 而且你看 像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他們講 你們的工作是用分數換來 因為他們是考試嘛 對 在精神科他們是考試 可是我剛剛跟他們講 我的工作是用命換來的 沒錯嘛 是不是 那你看 我是不是馬上就覺得自己 哇 那是死命感 我是用命換來的工作 那我 對不對 然後我在跟個案會談 或是跟他們治療 其實 像今天我有一個 我今天也去見了一個朋友 他說我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欸你去聽他們的垃圾 你不覺得你會全身都是垃圾嗎 你知道我回答他什麼 我說 沒有 那個不叫垃圾 那是他們生命最終極的秘密 他是如此的信任你 來跟你分享 那個不是垃圾 對我來講那個是花一樣的美麗耶 他們願意來跟我分享 就像你們今天願意花時間來 這邊聽我分享 那是你們願意給我機會 讓我把快樂一起分享給你們 是我要感謝你們 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說自媒體或是說直播是一件多麼棒的事情 嗯 我可以一直想 一直想 講快樂的事情 分享快樂的最高境界 就是直播 對啊 所以說 我說這個 我如果要直播 光講這個你就會覺得 只要讓人家快樂 只要他聽進一句話 改變他的生命 改變他自己 他就改變了這個整個世界 沒錯 真的 所以這些信念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那怎麼還厭世的下去 嗯 我剛好不曉得有沒有回答到那個 不曉得那個 我們的那個人還 還在這個 我會幫你傳達給他 我會遇到他的 對 我會把這個信念告訴他 你說那個厭世我也曾經厭世過 我還真的做過 可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 所以我常常也問老天說 我為什麼要遇到這麼多事 他說因為我未來是個要說故事的人 說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內容要很精彩啊 哦 那我就懂了嘛 為什麼我要經歷那麼多的苦難折磨 或是婚姻不幸福 人生不美滿 可是那是前半段嘛 可是我從前半段我怎麼逆轉 我不是一路含著雞湯池出事啊 不是嗎 對啊 但是我就可以去逆轉我的 所以生命的每一個發生 其實都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料 而且都是養分 我在這邊說一個小過就是 種子啊 今天種子要開花 它要不要經過土壤的黑暗 它不曉得它會不會開花啊 可是它要不要經過那一段很長的黑暗 它才能夠去突破它的那個硬硬的那個種子的殼 那種子的殼出來之後 當它把苗生出來之後 可不可能有鳥來把這個苗 或是把那個牙給吃掉 很有可能啊 對啊 要面對很多未知的恐懼啊 對不對 可是它如果因為害怕 它不讓自己一直往上 它又永遠沒有開花的機會 對啊 所以面對未知的恐懼 一定要自己去突破 因為你不曉得未知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也跟我朋友分享說 我好感恩喔 為什麼感恩 我說每次我走到一個很好的做 不管是一個成功的事情 對我肯定的時候 我就會回頭去想那一夜 我自殺沒有成功的那個晚上 還好我沒有成功 所以我今天才能夠享受這麼多的美好 而且我今天才能夠去分享我生命中 這麼寶貴的經驗的故事 告訴人家說 活下來你就有機會 對啊 但是我們怎麼活下來 怎麼讓自己活得精彩 那就是本事啊 我沒有一張好的牌 我的牌是爛的 都是小的 可是我怎麼把這張很爛的 一手的爛牌 我可以打到我現在 怎麼講 一手爛牌你怎麼把牌打得 讓自己的生命變精彩 我覺得那個是走過來 我才能夠說這些話 否則 你沒辦法有力量說服別人 你要先說服好你自己 今天我小妹跟我講的一件事情 我常常因為跟她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跟她分享你知道她今天跟我講的 講說我自己也很開心 她跟我說 她說三姐 因為我家我是老三嗎 因為我們家要生兒子 生不出來 一直生到我是老三 所以我是第三個女兒 所以我媽就是 老妖嘛 老妖的意思 我不是老三 我們家有八個孩子 八個 我媽媽為了生兒子 八個 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要為了生兒子啊 Oh my God 所以我是第三個女兒 Oh my God 對不對 可是她就是為了生兒子 很驚訝 那沒有關係 所以我今天我妹妹跟我說 欸三姐啊 我終於聽懂你在說什麼 我說 你說 她說 因為我常常跟她講說 生命的這件事 她說 她說今天啊 她公公 就是我小妹的公公 然後就是說 她的老公有多不好多不好 你知道我小妹跟我說 她說 三姐 你知道嗎 在那個過程中 我居然好像在聽別人的故事一樣 大家聽明白嗎 她完全沒有 她說如果是以前 我就會很抓狂 然後要跟公公做辯駁 或是說我證明我老公沒那麼爛 可是她跟我說過程中 她卻很平靜的 好像在聽別人的故事一樣 嗯 這就對了 我們人生其實都是一場戲 不管是看自己的戲 或是看別人的戲 都把它當成一場戲 我們就不會介入太深 而有情緒 但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要先接納自己的情緒 知道這些情緒都是正常的 當我們可以接納自己的情緒之後 我們就會看懂別人的戲 了解自己等於了解別人 愛自己等於愛別人 但是最終的目的 是先認識自己 愛自己 清楚自己 當我們很清楚自己的所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才能夠去看清楚每一個人 這是最重要的 不要想去認識任何人 先認識自己 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但是我們的人生都一直要我們眼光放在別人身上 還有如果大家能夠明白 認識自己是最重要的事 我們就會為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負起責任 沒錯 嗯 對不對 你才會怪說媽媽 你這樣子叫我嫁給這個男人 害我現在這麼命苦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都怪別人 推給別人 嗯 有沒有 可是 這個生命是完全沒有辦法把責任推給別人 可是為什麼人會把責任推給別人 有權交到別人的手上 哇 那是一件多麼恐怖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婉莉老師跟我們說這麼多 這麼內心深處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就第一次講這樣子會不會太太坦露自己了 不會啊 因為其實你要講這些事情其實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因為 我以前常常講啊 我以前在其他機構我常常講 所以已經都變成 可是因為講這種東西才能夠 別人才能夠感同身受 而不是講別人的故事啊 我通通都說我講自己的故事啊 那我的故事其實都是經歷過自己很深的那種 我就想說你們小時候可能就這樣 萌萌萌萌萌 或者是開開心心就長大了 我都不是開開心心就長大了 我都是那種千辛萬苦 這樣子 老師你看得出來 老師你看得出來我也是千辛萬苦長大的嗎 看不出來 對 所以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真的我真的懂 因為其實 就是我們現在真的很能夠融入就是說 我們很享受我們分享 就是說我們做自己的這一份快樂 過去的一些不快樂 其實就像老師講的 我們懂得放下了 然後也懂得就是接納自己 認識自己了 這個都是過程 對 所以才會現在展現自己 就是最開心最原始的那一面 而沒有過去的那些包袱跟那些就是因應 對啊 真的啊 很多人都說看不出來 我以前有什麼挫折跟陰影 但是我每次說的 人家都會說 怎麼可能 我就會說 嗯 怎麼可能 對啊 我沒有必要把我以前那一種就是說 很蒼燒或很挫折的事情 顯露在臉上 好像要人家可憐我 並不用啊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是做自己最開心的一面就好 對啊 誰沒有過去 不是嗎 可是我們今天願意說出來 願意拋磚引玉 是讓更多人知道 生命其實這些過程 它其實背後意義其實都是一份愛 對 就是說 其實我們常常就是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人 好的 也許我們啊 看它的表面 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 可能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或挫折 其實表面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很多故事是藏在裡面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都 不要給任何人有一個 就是說框架 就是說 我覺得他就是怎樣 我覺得婉莉老師就是怎樣怎樣 其實就是說 同時 就是去欣賞別人之外 然後也認識自己 對 然後不要把 就是就像今天老師講的 不要 不要奢望自己活成別人的樣子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對啊 每個人都是最棒的啊 然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然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嗯 沒錯 沒錯 而且這邊就是說 我們不去評斷任何人 因為他過的日子 不是你能想像的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不要隨意去 就是說去評斷一個人是怎麼樣 因為你不知道他過去 發生過什麼事情 所以你不能就他現在的樣子 就說 他一定是怎樣怎樣 他這個人就是怎樣怎樣 你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不要隨便對一個人 就是 下評斷 下評斷 我覺得那個是不公平的 因為 你根本不了解他 你甚至不了解你自己 你為什麼要說人家呢 對不對 對 嗯 所以其實真的今天啊 就是 娃娃利老師真的跟我們分享很多 尤其是認識自己這一塊 我想 是很多人這一輩子的功課啦 可能有的人活到80歲 還不知道自己該活成怎樣 所以 就像那個婆婆啊 對 所以很多人在退休之後才真正就是找到自己就是這樣 因為他過去活的都是別人的樣子 別人要他活的樣子 對對對 所以 就是因為我也是就是 嗯 也聽過很多身邊的不管是家人朋友的故事啊 他們都會很羨慕說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做自己 可是我曾經跟就是跟家人啊 或者是跟老師啊 在對抗在溝通的時候 你看過了嗎 你沒有看過 你無法了解 我是怎麼樣做自己的過程 是多麼的辛苦 所以其實為什麼很多人不敢做自己 我非常能夠理解 因為整個社會 整個家庭 就是對每個人的期望 就像老師講的 就是希望你蘋果活成葡萄嘛 對啊 不管是誰 每個人都要活成葡萄 對 葡萄再好吃 我不能變成蘋果嗎 對不對 就一定要我變成葡萄 對啊 所以其實過程當中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就是硬要變葡萄的過程 真的是很痛苦 對啊 所以其實真的啊 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這真的真的需要勇氣 需要很大的勇氣 因為社會的輿論啊 家庭的壓力啊 學校啊公司啊 另外一半啊 勇於被討厭的勇氣啊 對沒錯 所以真的 你喜歡自己最重要啊 對啊 然後又置入有沒有 置入被討厭的勇氣 欸 對啊 置入一本 我剛剛就在討論這兩本書啊 對啊 一本是被討厭的勇氣 一本是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就是 那就剛剛我們都講的嘛 對啊 就是不完美又怎麼樣 本來就沒有完美 我們說一下 其實沒有完美這件事情 其實叫完整 完整 對啊 這事實上沒有完美這件事情啊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 坦然的接受 我犯了錯 那就是 從錯誤當中去學習 學習 那就是一個成長啊 對 對啊 這個都是養分啊 所以就是 不要一直陷入在過去 就是犯了錯裡面 過去就是過去了 那趕快抽離 就是認識 12點欸 我講一個小時 老師你很厲害 第一次 第一次上來直播 就聊了一個小時 哈哈 太愛講話了 你的時間 對我 我應該看一下 超過五分鐘了 聽得很開心 對啊 因為其實 我也是在學習啊 就是說 就是 如果各位好朋友 你缺乏一個 就是 能夠傾聽你的心聲的對象 那趕快關注我們晚利老師 他就是一個 看我的視頻喔 對啊 對啊 趕快關注他 因為他就是那個 最適合聽你說話 然後 就是願意 施賴我 可以施賴我 趕快 趕快施訊他 施訊他 因為其實 你可以多聽別人的故事 你才會知道說 哇 原來我這麼幸福 哇 原來我 我沒有這麼誇張嘛 因為就是 老師的故事更誇張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說 你多聽人家的故事 多聽人家的經驗 你會越容易放下 就覺得說 其實我很幸福啊 其實我很棒啊 對啊 就是其實 要肯定自己 要常常肯定自己 對啊 對啊 其實真的很感謝晚利老師啊 對啊 謝謝 謝謝 裕塔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真的是掏心掏肺啦 對啊 真的啊 第一次合作就是 一整個就是 往內心 往生裡去這樣子 對啊 那也希望說大家 來看直播 喔 不是只是就是啊 聽聽就算了 是真的 你聽完之後 你就把它記起來 然後真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對啊 你就不會以後再遇到別人 就是希望你活成葡萄的時候 你又在那邊糾結 對不對 嗯 嗯 這樣說 清楚明白 嗯 嗯 謝謝 嗯 對啊 那謝謝 對對對 那也12點多了 我也放大家去就是狂歡 不是啊 就是放大家自己 對 去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來直播間就是放輕鬆 喔 放輕鬆 你可以聽人家講 你不見得要一直聽我說啊 所以我今天聽得很開心 我一直很認真的在聽 然後就覺得說 哇 老師的故事也太精彩了吧 這就是老天爺 就是要派給你的任務跟使命啊 對啊 對啊 所以真的很開心 你這個一路過程 就是願意跟我們分享 對對對 真的真的 謝謝你們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嗯 謝謝Rica老師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真的 遇到 遇到關卡 就是關關難過就是關關過 可是怎麼過呢 你想要了解更深入 想要跟老師聊聊 趕快關注我們晚立老師 可以私訊他 私訊我唷 私訊他 他就是你的人生當中的那一個 就是最棒的傾聽者啦 對啊 因為你沒有地方可以講 你可以講給晚立老師聽 對 不用害羞 趕快就是關注私訊就對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在老師身上啊 得到滿滿的愛 因為老師現在已經是一個就是充滿愛的發射體 所以他可以就是讓滿滿的愛灌到你身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說 哇原來我也值得被愛啊 我也值得被疼愛的意思 對 所以真的哇好感謝喔 今天我真的聽得專型 我完全就是呈現這樣 有沒有小朋友聽故事都這樣 就是 就是愣在那邊 就覺得哇 這也太精彩了吧 天啊 對啊真的 感謝晚立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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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老師還有三萬個個案耶 全部講完大概要就是要分個一百集 個案很多啦 嗯 之後啊就是可以就是在請晚立老師多跟我們玩一些 比如說 因為之前有 小遊戲 一些小遊戲 心理測驗 好 之後來準備 對啊 今天沒有準備 對對對 期待就是說 多用一些就是測驗也好 或者是說 小護士 小啟發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就是了解自己啊 或者是說包容別人啊 等等的 如何去面對 都是有方法的 對 我們把方法拿起來 OK 好 非常 晚安 那今天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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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icked 充ط